这个题目呢,第一个当然我要前面串09 因为本身栏位里面没有09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先输入一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先打个09,再后双引号 表示说呢,我这个双引号头跟尾就是中间里面就是一个文字 那一个文字要跟另外一个储存格做串接的话 那特别注意,一定要有一个end的符号 ship加上7 end指的就是说,我要跟另外一个储存格的资料做串接 这个是规则,可能慢慢习惯,这很重要 因为未来呢,你可能需要取得资料 可能是分别在不同栏位里面的时候,一定要做文字串接 那串接的话呢,串哪一个呢? 串那个F4的这个储存格 所以end F4有没有 那再来,你当然可以先打勾一下 如果说你做复杂的公式 我建议你可以不用一次做完 你可以先打勾看看,对还是不对 对继续做,不对就修改 OK,那怎么执行它,上面有个打勾嘛 打勾一下 那你会发现0911就先出来了 然后后面还有了,还没做完 所以你其实可以不用一口气做完 因为我发现有同一个一口气做完之后,错了 可是因为一口气,他不知道错哪里 所以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做一部分 打勾看看 对了继续往下,不对先修正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找到问题 不然的话你全部做完之后 你要再找问题 恐怕反而更麻烦 后面的话呢,怎么样 再一个减的符号end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储存格 后面如果还在串一个文字的话 一样还是要end的符号 end什么呢 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我再减 减的符号加上后面一个minus符号 然后0911打勾 然后后面如果OK的话呢,再end end什么呢 084 可是我后面只有84啊 我要先补一个0 那怎么补0呢 根据刚刚的逻辑 就是我需要repeat 一个0 repeat0是固定的 所以怎么打这个公式 要不就是你用那个插入函数 不过你会发现前面已经插入过函数 所以记得呢 我建议啦 这个地方用打的 你可以打rept 它一样会给你提示 只差别是跟刚刚不一样是 它不会跳出视窗 rept前刮符 前刮符之后的话呢 它会跳出说 你要一样是test 你要重复什么东西 那我要重复0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双一套0 再双一套 逗点 重复几次呢 其实就跟什么有关呢 跟它现在里面的总长度有关 所以你可以用3去减 因为一定要有三个字 所以3 减掉 先打一个l1 l1指的就是你帮我算一下什么 我现在要抓的儲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有两个字 3-2的话 那就是重复一个0的意思 那后刮符 这个第一个后刮符指的是L1的后刮符 再一个后刮符指的是rept的后刮符 特别是后刮符的数量一定要跟前面是对称的 前面只要有一个前刮符 后面一定要有个后刮符 这是绝对的 很多同学打错都是那个刮符不对称 打勾 好,试一下 诶,有没有 0911 一个-0 后面的话呢 再一个什么呢 end 再串什么 84就可以了 那把84放在后面 诶,这个时候就084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只是说你要熟练 那个串接的方式 那再来呢 那个7的话呢 跟这个84 其实逻辑上差不多 差别只有在什么 差别是 把g4 改成h4 所以其实 后面的公式我建议 其实你这个如果做完这个084的话 那他这个部分的公式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哪边呢 从后面这一串 有没有 F4 后面 包含end 这一块区块 你可以不用重做 你可以怎么 把它复制 不过复制的时候要看准 少复制一个多复制都不行 从end 复制到最后面 贴到我们的这个后面 再来做什么 把g4 g4 两个 改成h4 其实答案就出来 我最次有个个看 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可以把它从那个 F4后面这个end 做复制 复制你可以Ctrl C 或者按右键 复制 贴到后面的话呢 就按右键 再把它贴上 那再来怎么样呢 把g4 改成h4 把g4 改成h4 你当然可以直接修改 或者是你选举它 点一下也可以把它盖过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把它打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公式就完成了 有没有发现 其实如果你懂得把公式复制贴上的话 再去做修改 其实这个方式 会比你再重新做过一遍来的快 不过你可能要知道说 要从哪边开始复制 哪边贴上 这个很重要 好 那打勾之后的话呢 那后面呢 你只要再把它全部填满就好了 那填满 当然前面我是很习惯是 游标 放在这个储存格的右下角 变黑色之后 快点两下 自动就向下填满 我一直以为说好像大家都知道 之前上课发现 好像大家都其实都不一定知道 以前的习惯是什么 游标放右下角 拖拉大家都会 可是问题你拖拉 会花很多时间 而且可能会超过 超过之后呢 你可能又要再把它拉回去 拉回去可能又会过头 拉拉去就很讨厌 其实有个方法 你直接在 如果你的左边栏位 有资料的话 前提是左边 有资料的话呢 那你这个时候呢 只要把游标放在它的右下角 快点两下 它会自动去追踪你 左边低栏的 这个最后面一列到哪里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重复 做完到低栏同样的那个列数 所以它是以那个 它前面一栏当成基准 这样可能会快很多 所以在那个空点有没有 点两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就是用REPD加LEN的 串接那个 串接那个电信业者的这个 这个资料的这个结果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最后的结果 一样在那个 我们的讲义里面也有 但是第一个方法 感觉略显 有点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其实还有方法二 这个方法二怎么来的 基本上呢 因为 就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么复杂 这样子可能做起来 还是容易做错 所以如果说我希望想想看 其实当然 你能够找到其他的方法 主要是你要对 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要够熟 如果你够熟的话 那你可以想说 这个方法好像不够好 有没有可能用其他的函数 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会更加简单 OK那有没有哪一个函数可以做到 后来我想一想 好像有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 叫做TEST TEXT 他做完之后的公式 就会比刚刚还简单许多 因为刚刚我们是算什么 算原来的资料里面 的自算长度 如果不到三个 那我要补零 用REPD去补零 不会感觉好像绕一圈了 会先去算是不是三个 如果不是三个就补几个零 另外有一个方法二 就是可以用TEST 这个TEST函数 他最大的目的是帮你做格式化 也就是说 你提供给他的资料 假如说不是三个字的话 那你就告诉他说 反正我以后呢 不管没有三个字 我还是要格式化成三个字就对了 那你可以用TEST 所以这个TEST函数 会更加的简单 那至于怎么用 还有一些细节部分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方法一的部分先完成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方法二 这个TEST函数呢 也非常好用 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像格式化 比如说你要三个字 那你就TEST 000 四个字就四个零 意思类推 或者是说你要做个编号 编号里面可能有中文 有英文 有数字 夹杂 还有里面可能会需要有什么呢 有日期 日期里面可能你只要月跟日好了 不要年 或者是要年不要日 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用TEST去做格式化 可以格式化成你要的那个格式的结果 那当然细节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刚刚的练习 中和练习第一种方法先试着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